他说他吃素已经七年了 但是家里面他们没有吃素 所以我每天都要负责煮肉昏的给他们吃 但是我都有念咒回向给被煮的众生 那这样对于自己受五戒是不是不圆满 所以当然不圆满了 有些人像你吃素 但是你要只肉给人家吃 这也是你的业障 过去人家吃素 你要吃肉 所以你这辈子要换你还人债 所以你还是要念咒 或是念不动活心咒 或是念要师咒 或至少念 把这肉先超度了 自己要发愿 不断地忏悔 希望哪一天不用再煮肉给人家吃 因为你虽然念咒 但是那些动物有些恨你 你不可能说我把你杀了 阿弥陀佛 那个人还是会恨你 你怎么把我杀了 但是没办法 有些可以超度 有些超度不了 所以要发愿希望哪一天 自己能够影响家里的人也吃素 也不用再煮肉给人家吃 所以做女人好苦啊 做男人就不用煮肉 你要发愿下辈子 不要再做女人好不好 为什么会做女人 爱漂亮 爱丹脸爱爱爱商品啊 你就做女人啊 所以各位要如何不要做女人 做大乘的佛像 做佛像 人家要造佛像造佛塔 你出一点钱 以后不用做女人了 多念地藏经 以后也不用做女人了 好